政府前天开始让国人领取的100令吉昌明电子红包 至今已经有650万人成功了领取100令吉 总额达6亿5000万令吉 参政部第一副部长拿督斯利阿莫马斯利 今早在部城超市巡视使用电子红包的状况之后表明 尽管这项申领计划开放到明园的2月20号 但是目前有1320万人申请注册 人数已经过半 目前还有180万项申请还在处理当中 阿莫马斯兰说预料需要1到5天的时间 政府已经拨款10亿令吉给作为执行单位的国库控股 来发放这笔钱 任何人如果申请被当局拒绝 可以向当局提出上诉 我进入了一天的时间 你一定会发动的时间 我进入了一天的时间 你会发动什么